在影集中飾演直男警察的男性 許光漢人氣強強棍 而真實世界入伍後 在成功領訓練的軍旅生活 也成為外界焦點 29號上午有新動向 成功領舉辦一別甄選 許光漢跟同袍早上八點 就在大會場上集合 未來服役地點也出爐了 這是內政部社會議公益大使團 過去的演出影片 許光漢未來一年 將到這一個單位服替代役 男性許光漢在受訓期間 已經取得了EMT初級救護技術員執照 軍方主管單位也認可 他態度認真 替代役中心說明 8月29號舉行一別甄選 按照意願與專長 許光漢選擇進入公益大使團 9月6號成功領捷訓 預計9月中旬會到南投中心新村報到 很適合他 應該會很常在活動上面看到他吧 一年很快就結束了啦 我覺得很不錯 也對他的形象是很加分的 公益大使團是內政部 為具有演藝專長的一男成立 主要工作內容是到各地 社福機構巡迴演出 各位許太太們得知偶像即將 繼續發揮演藝專長 為公益發光發熱 都替許光漢的形象再加分 《三立新聞》王子宇李建營 台中報導 在會議並切民集團 適合 鎮